台灣目前正受到這個寒流的影響 加上這個華南雨區逐漸通過台灣 所以今天台灣是一個又濕又冷的天氣 白天整體的氣溫也沒有明顯的回升 這波寒流預計會影響到禮拜四的清晨 也就是說明天一整天天氣都還是相當冷的 要一直到禮拜四的白天 溫度才會逐漸的回升 但是後期的這個水氣比較偏少一點 所以在未來的幾天 各地的這個清晨的低溫還是相當明顯的 那華南水氣逐漸通過的這個同時 台灣地區在今天很多地方都下了這個雪 那這個雪到了今天晚上過後 可以看到後方的乾空氣逐漸的南下 所以這個降雪的機率都會逐漸的下降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色調強化雲土可以看到 台灣目前上空有這個黃色跟這個綠色的這個雲系 正逐漸的通過 這個就是今天從昨天的晚上一直到今天白天這一天 對台灣的高山造成降水的一個這個華南的水氣 那這個華南水氣目前正在通過台灣 預計入夜過後 到了今天的深夜 這個華南隱系就會遠離台灣 後方的乾空氣就會隨時 影響到我們台灣的附近 所以山區的降雪 估計在今天晚上過後 這個山區的降雪就會開始逐漸的減緩 但是陰風面仍然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陰風降雨還是相當明顯的 深夜溫度又會再次的下降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圖上 藍色的區塊是低於10度的 那深藍色的區塊是低於6度了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在整個西半部 還有宜蘭、花蓮、台東的中古地區 都可能降到10度以下 尤其是在北部的近山區 還有宜蘭的近山區 跟中部的這個近山區 更可能因為水氣比較偏乾 加上輻射冷卻的影響 所以部分地區會降到6度以下 所以我們今天也有針對這些地方 發佈低溫的燈號 那明天白天可以看到 明天因為水氣比較偏乾的關係 所以在整個中南部地區 都可以見到太陽 溫度會比今天稍微的回升一點 但是在北部地區可以看到 持續受到寒流的冷空氣影響 所以在北部地區 尤其是在大台北的近山區 還有桃園的近山區 跟宜蘭的近山區 都還是有一些地方 會在明天的白天 仍然是處於10度以下的